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在定期大会中提案要推动秀林乡全乡意外险的政策 由于新城乡公所在这个月开始实施 秀林乡公所可以比照新城乡这个措施呢 造福乡亲的社会福利 让民众有多一份保障 由于新城乡公所有全乡之间 且开始实施全乡意外保险的政策 为此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 在这次的秀林乡名代表会第21届第5次定期大会当中 将提案秀林乡纳入全乡意外保险的社会福利 让乡亲多一份保障 去年的定期大会 第4次的定期大会我所提案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就是在我们的不排斧的状况 我们所有乡名应有的这个所谓的意外险 让我们所有的所有的族人 当地的乡名大家都有这个保障 万一发生了意外 针对后世的一些处理 会针对来讲会比较好处理 也针对也对我们所有的乡名 有更好的保障跟照顾 解决他们三藏补助会的问题 以及后续的生活生计的问题 任职了三年的时间 在走访各部落 群走各部落 很多家庭因为三藏补助会的问题 也造成我们所有族人的困扰 因为这个意外险 延命会也有编列一个意外险 不过它是有设限的 不过像现在来讲 别的乡政也有实施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如新城乡 我们希望也跟他们一样比照办理 按照他们实施办法规定 来推行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团体意外险 团体意外险呢 就是针对我们自己乡政 不排护委员者 只要是乡民都有应有这样的权利 秀人乡民代表林荣表示 乡人将近三年了 他可以说是全乡全身走透透 感受是相当的深 他曾经帮助无数的乡亲 因为没有投保意外险 发生意外的时候 没有多余的乡政补助经费来支应 希望透过这次的定期大会来提案 而秀人乡公所可以参考 新城乡人拟定办法 同时他也会寻求代表会 全体同仁的支持 让这项社会福利政策 能够在任期之内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